要跟支持 讓他可以繼續在任何年 我們的賴品瑜先打破一下 民進黨新北市立委候選人賴品瑜 3號晚間在戲子中校東路舉辦招式晚會 但卻在網路上被罵爆 戲子當地臉書社團一片哀嚎 被塞在半路的上班族狂轟 感謝賴委員讓我遲到 沒事逢路搞大家嗎 第一次遲到就是賴品瑜害的 解決戲子交通之前先製造問題 結果好幾篇的抱怨文竟不斷被檢舉下架 網友也譏諷今天禁止討論塞車 據了解賴品瑜造勢活動下午4點40分才開始 早上7 8點就封路搭舞台 讓原本尖峰時段就非常擁擠的新台五路 車流嚴重回堵PTT鄉民也狂酸 當四年立委不知道這條路會塞爆嗎 要當個聰明的用路人啊 我要是戲子人就投對手 眼看明月四起賴品瑜才透過臉書回應 原本預計在運動場內舉辦 但因為草坪維護作業無法出界 主辦方也在事前與各點設置改道指示牌 並請一交協助引導 但因為活動逢路需求又剛好下雨 造成鄉親混擾非常不好意思 儘管賴品瑜再次向大眾道歉 但上班族的怒火止不住 希望手中的選票能夠真的解決問題 這位姚悠祥存關於鮮媒報道